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给你倒杯水啊 来 燕子 喝杯水吧 看见那些照片了吗 这些都是美方吗 对啊 它以前科室剧团里最红的台柱 大名鼎鼎的腕 那现在一点都不像呢 怎么可能像呢 过去的美方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 也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真后悔当初来北京 现在我们过的 是不人不鬼的日子 燕子 燕子 你们还很年轻 还可以拥有新的生活的 燕姐 你听说吸毒的人能回头吗 你说谁吸毒啊 我们挣的钱都给美方吸光了 我也想重新生活 可我们 可我们 拿什么生活呀 燕子 你得帮帮她 千万不让她再吸了 这可是一条不归路啊 回不去了 燕子 燕子 人 只要自己下定了决心 就不可能回不去的 除非死 燕子 死 其实真的很容易 你看我 现在生活的不是也很苦吗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死呢 我总觉得 人生 还是有很多希望的 好 好了 别哭了 美方 我再问你一次 你今晚跟不过我回家 燕子 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想 你心里想谁我都知道 燕子 你还站在这里干嘛呀 还不赶快干活去 哦 忘了告诉你了 你让我烧的话 我已经烧过去了 人家今晚俱来俱乐部上班 我希望你能对人家客气点 那可是一棵摇钱树啊 今天下午老弟房间 你先去 这些人了吧 哎哟 我们老板开车不小心撞死一条狗 撞死狗 不可能 怎么样给修修吧 怎么样 得多长时间 这样吧 我们加个班 明天就要来拿 那好 麻烦你了啊 如果 雪羊的DNA吻合的话 美亚和这个杀手 一定有关系 美亚是在杀人灭口 如果真死牙的话 五号一定会死的 因为当年 杨村面做你们的线路 美亚根本不知道这一点 而要只有杨村面死地的人 也只有五号 如果这都是真的话 美亚 还有这个名流俱乐部 就非常肯定 五号一定是隐藏在美亚身边 走不远 幸亏你们及时提取了测杂的血量 我估计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在 你肖壮面前 哟 王总 哎哟 晏子 你这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刚刚刚到 是吗 很漂亮 谢谢 怎么这是你们新来的 是啊 他可是我们老板高薪聘来的 王总您看怎么样啊 跟你一相比 他可是绝色绝材的人 可惜没你这么风骚啊 讨厌 哎呀 来来 我来去敬他一杯啊 哎呦 王总 别看着漂亮就往上凑啊 燕子我别的不行喝酒可没问题 来来来 我跟您喝啊 哎 来来来 王总干杯 哎 记住了 就说赔我去应酬 千万别说露嘴了 哎呀 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吧 反正我们都没有 你说什么呢 谢谢 王总的衣服真漂亮 哎呀 李太 来了来了 好久不见了 谢谢没进来 太忙了吧 对对对 你不过来的啊 他要一会过来 好漂亮 怎么怎么往下回来 有个可能吃饭去 他也陪你去吧 难道要我一个人去喝酒 叔叔 文康 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真的 今天太慢了 我就知道 哎 看 这是什么 音乐会 马上开业了 咱们赶紧走 嗯 叔叔 还是不要去了 我怕避免了阿姨知道 阿姨不会知道的 叔叔已经侦查过了 阿姨那晚上要工作 可他 他不让我和你来吧 那你觉得 叔叔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当然是好人了 那就跟好人走吧 来 没准 这是蹭哪里挖来的 没方 你去哪了 陪老板 陪老板应酬去了 应酬 我看你们俩是单独约会去了吧 我说你这疑心病是不是重了点啊 燕子 过来 什么事儿也没走 什么事儿也没走 你去告诉他 别老裤子隔离 给谁看吧 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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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以后一定要到这里来演出 累了吧 喝杯水 谢谢 可以上那边休息一下 康康 咱们可说好了 今天晚上回去不许告诉米拉姨咱们开音乐会了 保守秘密 拉钩 再来可是生死之教啊 那当然 米小姐 这是你今晚的工钱 拿着呀 谢谢 不用客气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你怎么了 你在发抖 我怎么觉得 好像认识你似的 你的声音听起来似曾相识 这怎么会呢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再见 再见 干什么呢你 吓我一跳 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给他工钱呢 晚上 酒 这是 understood 发放了 前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个 没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笑什么呀 阿姨 我昨天晚上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 我去看了一场音乐会 你去看了一场音乐会 不是 是我在梦中看了一场音乐会 被你吓死了 那音乐会特别精彩 我就想我将来 一定要去那里去看音乐会 那你告诉我 你梦中是在哪个剧院看的呀 北京艺术剧院呢 北京艺术剧院 康康 我可从来没带你去过 人有第六感应吗 梦里面尤其会有 第六感应 小女孩 一额 小女孩 我可从来没带你去这段音乐会 陈棋 林子晓 雷总好 林经理呢 林经理出去采购了 采购 林经理说 俱乐部里的红酒消耀得差不多了 他也亲自出去采购一瓶 您有事找他 要不要我打电话叫他回来 算了算了算了 刚好 他要是买了好的红酒 还可以庆祝一下 来我帮你拿了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忙吧 老板今天心情挺好的 看来这有什么喜事呢 小黄 来 把他卸下来 来来来再来两人 怎么 今天帅哥没来陪你啊 我哪有你帅哥多呀 你还年轻 好日子在后头呢 好了 我不打扰你了 你站住 我有话要跟你说 林经理 小心 没怎么刚才找你 知道了 清清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世上没有纸包得住火 爸爸虽然死了 但我也知道 你这样的女人是少不了男人的 但是美娅我警告你 你不要在家同时跟两个男人鬼混 万一让苏冰冰知道 他会觉得我们这家很脏的 清清 你听我解释 跟你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把我的警告记住就行了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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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我跟没方的事 你千万不能告诉林志祥 林志祥到底是你什么人 你为什么这么怕她 她 她是 说啊 我和林志祥就要结婚了 所以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把我跟没方的事告诉她 你都算是要结婚的人了 还跟别的男人鬼混 你真是不知羞耻 把这儿开去洗一洗啊 好的 怎么那么脏啊 千千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怎么这么看着我 没什么啊 真没事儿 没事儿 看见没总了吗 没总 好像在喝花园吧 哦 嗯 找我有事儿 你说呀 有什么事儿你说 我 你看你 我怀孕了 啊 真的 怀孕了 你看 阿豪 不高兴 我有儿子了 你答应和我结婚了 我用林志祥的名字和你结婚 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你听我说 从现在起 你跟我好好的待在家里 静静地养着 千万别亏待了我儿子 明白吗 好 来 怎么过来 你能不能帮我 可以 你看 бан 那 对 来 要 我 把 不是 你 的 老闆怎么样 还满意吧 不错 告诉你们下边的人 这辆车你们没见过 放心吧 你来干什么 梅芽 梅芽 我想你 梅芳 你放开 梅芳 别让人家看见了多不好啊 梅芳 我没看到 梅芳 我太想你了 梅芳 你放开我 梅芳 我真的很爱你 梅芳 我们俩在一起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 你并不适合我 是梅芳 稀毒吗 你不喜欢 那我借 我借啊 我不是 你找我怎么跟你说吗 你快走 梅芳 你快走 梅芳 快走 帮我走 梅芳 你快走 我求求你快走啊 梅芳 你快走啊 梅芳 你快走啊 梅芳 那我到后面回来看一下 李经理 你在干什么呢 把車修整了一下 有毛病嗎 沒有 就是做了做美容保養 李經理 聽說你要結婚了 聽誰說的 有人迫不及待的要宣布這個消息了 倩倩 你同意嗎 我同意 我既不是美亞的女兒 又不是你的女兒 我同不同意對你很重要嗎 倩倩 嗯 其實我在心裡 一直把你當作美女兒看的 所以你的意見對我很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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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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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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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